今天這是一個全新的節目 就是豪哥的工作日常 然後就是盡量呈現豪哥每天 在這個除了要跟業主開會啊 然後估價 重點還有就是要去跑現場 看一下施工的進度 平常有設計師啊助理也會協助豪哥 今天因為有一個案子 需要這個一個大樓一二樓 然後準備要這個做一個龍骨梯 我們就來去看一下這個現場的狀況 我們已經到了這個我們這個工地了 他旁邊我們有用這個施工為例給他抱起來 看到這個就是我們主要的龍骨梯 大板側面的 龍骨側面 踢面側面的 我要看好個頻道都知道我們這個很常做這個龍骨梯 還有這個那個鋼板梯 然後再用木踏板 所以會呈現比較現代風的感覺 樓梯的設計 OK龍骨梯看完了 然後再去下一個案子 今天大概預計要有兩三個工地要去看一下現場 準備來去下一個這個 案場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到這個龍骨梯啊 最近的鋼價真的是 很麻煩 就是 價格一直在在漲 所以說 未來如果業主 我們要做到這個鐵的 他每個月都在撥動 那撥動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當初 開始的報價 就有時候就會 比如說可能一座底先報個 7萬 等到要做的時候 他撥動到8萬多 9萬的時候 就設計公司通通都會 都會賠錢 都會賠錢 所以現在有很多 就是 一開始工程款 可能就是 要先去預付 把這個 這個要用掉的鋼材啊 鋁材這種錢 先把它訂 訂金先給他 賠出去 先把它訂完 合約先跟廠商大貌 這同時也是保護設計公司 也是保護業主 我知道 我們設計公司 一定是說 責任施工嘛 就是我們當初起初的報價 不管價錢怎麼波動 我們都會自己吸收 但是 尤其是今年跟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 真的是差太多了 有時候設計公司會吸收很多 所以 要請大家 多多注意 這段時間 無價的波動 特別的誇張 我還想 不知道是不是人為 因為政府也沒有 出面來干 那 可能又要推給 船運啊 或 或 打仗啊 打 打 仗 對 打仗 那我們待會去另外一個案子 今天那邊是做木桌田花板 看一下進度 這邊看看那個 有幾個關 所以要配合一下 清茶三杯 謝謝 買一下飲料給這個 師傅喝 順便 一週的進度 稍微 聊一下 所以都要散了一聊 所以如果設計師常去 暗場的話 偶爾買個 飲料跟師傅 交流一下 搞火節 啊 學習一下 有沒有看到什麼 新的東西 有時候 你跟師傅關係 培養得很好 他就會把 一些眉眉嘎嘎的東西 跟你分享 啊這也是 這也是我們進步的 的一個 一個 機會啦 因為做 你做設計師 畢竟 不是在現場施工的 是說在辦公室畫圖 然後靠一些想法 邏輯 所以 有時候跟施工 師傅培養好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嗯 嗯 好 進到我們的工地了 現在我們帶我們這個 這是一個 冷氣的出口 一個 帽子 那這裡是 斜板的造型 一點點斜的造型 天花板先綁 這個 這個梁 把它修飾掉 所以做一個斜板的 所以現在進度就是天花板 工程 這是 雙綿 雙桿雙綿 這是浴室 從那邊做一個配一個封管 配一個封管下來 這是原本的 大樓管渡間就把它封掉了 然後 從客浴那邊要 裝那個 轉風機 所以要配一支這個 這個管 然後這邊出去 這邊做一個 這個窗屋也改過了 做一個開口 交代一下東西 待會我就去下一個地方看一下 天花板造型 天花板造型 所以我們把這個都在賣 我來鍋上 來去小北買一個 五斤 不是五斤啊 那個安爪 因為剛才準備要封天花板的時候發現 那個有水管 就是之前隨便配的那個管 沒有固定起來 先請木工做兩個絞巾 然後再用那個鞍線 牽線把它固定起來 這樣進度上就不會落後了 要去那個三明區 你幫我看一下那個 我剛才傳去群組那個地址 也是老屋翻修透天的 要改樓梯 最近樓梯真的爆滾 你說這69年去好了嗎 哇這就是69年前的飲料包 古董級的啊 這個隔壁這個應該是很衣服 這個可能要跟他協商一下 協商啊 這也不知道跑去哪裡 喔真的喔 那為什麼要開一個門 對啊 因為沒有女兒牆就不知道建築線了 剛才那個 下午的時候磁磚的這個廠商 送了這個磁磚過來 然後它是一個有一些進口的品牌 然後有一些是印度廠印尼廠的 那價格算起來還OK 如果以進口來講 這種品質有時候還甚至超越我們台灣一些大品牌 所以我覺得在磁磚上面的挑選也滿 有時候貼起來的質感還滿重要 就是你要 要常常去找一些磁磚的廠商 請他們送樣本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磁磚的質感 這質感 有沒有 很像皮革紋 再拍細緻一點 有沒有看到 它本身的這個顏色的這個自然程度還滿漂亮的 這種材料它貼起來我覺得應該很美 所以 這個設計師的日常 就是除了要去工地早上的時候 尤其禮拜一我們特別忙 禮拜一我們還要開早會 開完早會要去跑工地 然後 剛剛結束了一個這個 丈量的工作 然後下午 稍早的時候 又有這個磁磚送 廠商送樣本來 所以設計 這就是豪哥的工作日常 趕快來找我用 把它弄成漂亮的浴室 像飯店風的浴室 就這樣搭配起來應該很美 那以上就是 這禮拜 豪哥的設計的日常 就是這是我們的新節目 如果 結果這個節目不錯的話 我們以後 除了 每個禮拜五晚上的一個 八點的這個更新 就是在經驗的分享以後 還會再多一個這個 豪哥設計師的日常 那我們就可以帶你來看看 豪哥 每天在工作的一些內容 還有廠商他們這樣現場的這種感覺 好 拜拜 字幕提供